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验也没有积攒书 很多 然后明天肯定还要再重新升级 晚上好 你们叫什么名字 天哪 这个人的ID好 等一下 让我用电脑登一下我的 微信 一直播我就 登录一下我的微信 微信 小熊又来了 嗨小熊 好 我的微信已经登录好了 我回来了 小熊 抓住 她拖着她的猩猩微信就跑了 I need to look my 微信 刚才我朋友说我想要来看 幽灵 小熊 好可爱 她又来了 她又跟我打招呼 然后她转着身子再转着头 好可爱 怎么这么多 她是不是要轮流在我的下面 她是不是要轮流在我下面刷屏了 我就无限跟她打招呼 你好小熊 对啊 小熊在转圈圈 她就一直在 小熊 小熊就无限循环了 小熊 好可爱 就是你们不觉得这个熊很可爱吗 这个熊真的是可爱刀爆了 等一会你们就会发现 我这里就是小熊 小熊在循环 他在这里循环 循环出键 小熊熊游活动开始了 小熊熊游 小熊熊游 你想送一个皇冠可以看到多少个小熊啊 喜欢小熊 特别 特别偶尔也会有一点 特别偶尔也会有一点 对啊 一个皇冠的有26个5小熊 小熊 他对 他得在我面前 寻游做个小 好多圈啊 他就一直在 给我做个直播特效 什么子 直播特效 下次让大王别做 别做气泡了 下次活动别搞气泡了 搞个成员设计礼物特效吧 我一定给他设计个便便上去 小熊行游小熊真的是没完没了 现在 好可爱 把我的头披上了 那岂不是很可怕 这就是个恐怖片了 怎么都是熟人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回事 为什么都会是熟人 被小熊禁言了 你们被小熊禁言了吗 好惨 他们说好像是说 这个熊是什么新货卡 才可以用送的 不是也可以 对啊 欢迎大家来我的直播间 看小熊行游 就跟迪士尼的那个圣诞 万圣节行游一样 这个才是新货卡专属 这个头上哪里 今天打架谁 什么打架 谁打架 看他这个小熊没完没了 我真的 我看他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被室友挠过痒痒吗 没有哎 我跟我们室友都过得很相近如宾 就是我的大学室友我们都过得非常的相近如宾 口袋484有会员吗 口袋484要会员吗 难道 抢手机 没有啊 我有抢手机吗 我没有啊 我不知道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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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 哦 紫色就是会员 哦 紫色就是会员 你们会员有什么有好处呢 月费18 你们会员有什么好处呢 就蛋幕除了蛋幕有颜色之外呢 有尊贵的钻石图标 还有呢 还有什么吗 好像没什么 能改名字 一个月可以改五次 那有什么用呢 主要还是为了改名字 就是去一个人的直播间改一个 然后玩一下 然后再又回来 这样子吗 吓死我了 我第一次在直播间看这个特效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吓死我了 我刚说什么什么捅出来了 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爱心 现在才知道是用爱发电 谢谢谢谢 我第一次在直播看了这样的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刚刚说到哪了我都忘了 刚说你们会员也干嘛来着 我忘了 能举报成员 你们能举报成员吗 对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市面 就第一次在直播间见市面 谢谢谢谢 之前都是在口袋房间间的 第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见到的 怎么进言成员 现在就可以三二一 好 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次是第一次在直播间看到的用爱发电 上一次是在房间就是口袋房间里面看到的 小熊又来了 你好 等一下 我要去找前辈 我要直播玩什么 给你们玩那个什么吗 那个玄移民主吗 有设计啊 谢谢谢谢 你们怎么这样今晚一个个的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感谢感谢你们的用爱发电 谢谢 谢谢你们发电 我也为你们发电 串串串串串 看我现在这么摆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在发电 谢谢你们 小熊又来了 小熊 是小熊吗 他说我们上次讨论那个用爱发电是多少 一个 忘了 对啊这个这个size真的很大 现在我穿的是S码也大的不行 一九九九九 一万九 啊 吓死我说一万九 让我 太可怕了 没有 M码那就是M码 那我刚刚在找前辈拿东西 十块十九块 那对我来说肯定是十九 十九个钻石那么贵 你们要玩雪音领主吗 我没有我做了 因为我iPad内存不够了 我现在都没有用iPad玩 我拿手机玩的 我手机仅剩了一点内存 然后尝试了一下也挺好玩 这件衣服没有领带呀 挺好的挺好的 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想玩就玩 就是我现在不想玩 我现在不知道玩什么 现在因为我在 酒 什么酒 喝什么酒 我喝了我喝了 其实 就只是在跟你们 提示一下要喝酒的时间到了 我其实在开直播前就把它喝了 开直播前我就 正好前十分钟 我把那个家族喝酒给喝了 今天排店进度还不错 跟苏然山统一了动作 我们俩练了一下动作 又找找找杨叶 学了一下动作 就是重新再学了一下动作 然后我们俩把动作给 统一了一下 然后 狗毛的动作 对呀 他们的动作 是挺简单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小细节 他们发视频的话 我们是看不见的 就比如说手上 到底是这个手 还是什么手 还是什么的什么的 不知道啊 然后只能说这样 让他们帮我们看看 有剧情啊 这首歌伪奏还蛮长的 然后到时候要想一下 做什么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大概的东西了 反正到时候能看呗 当然了 因为这首歌其实能舞蹈的部分 其实并不是很多 想要说做一点 好玩的剧情给你们看 嗯 你们就不要再问了 你们到时候21号看就好了吗 现在都已经18号了 很快很快很快 真的啊 巧克力爸爸的门票 我还在找助理姐姐帮我 问问有没有票 因为我在帮我朋友申请家属票 她说她要我来看 是大老远 从成都过来的朋友 哈哈 她说她要带她闺蜜过来看 就看看她 看看她什么时候 可以 我不是汪衣上里面 会被吓到吗 我不知道 应该不会吧 但我要怎么跟她说 其实我上的 上的节目不多呢 我可以 我可以就上完节目 就去找她 她可能家属上的位置 我也不知道在哪 你们有多少人做门票的呀 祝今年没有那么多cp亲亲 今天cp不亲亲了 反正我看到的 好像没有亲亲的了 看排练的话 好像 因为我其实我也没看到几个 没有看到几个cp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亲亲的 谁说只有亲亲才甜蜜啊 对啊 而且这彩排彩排没有亲亲 那其实到时候 正式的场合 也不知道有没有亲亲 啊 又是这个跳动音符 那可不一定 对啊 上次发现的估计 这次是可能没有了 大家可能这次要 好好的稍微的注意一下 这个跳动音符你看 跟我的脸一样大 我整个脸没了 亲一口三千块 真的假的 床和浴缸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想的 哪有床和浴缸 我们还没有总彩呢 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这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 是吧 我今天不敢说这个跳动音符它怎么怎么样了 我闭麦 自从知道音符是什么意思之后 我闭麦了我不说了 对它开头还可以 对它开头还可以 哎你们不知道音符是什么意思吧 音符是萧音姐粉丝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啊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吗 啊你们居然不知道啊 我是昨天晚上知道的 但是之前其实有听说过 之前是有听说过是什么意思的 昨天知道的是吧 没有就是就是 就不随便说嘛 反正就 没有特殊含音 就它就是那个意思而已 我好像进门的时候 不小心把我厕所灯打开了 嗯 不好听吗 瓜娃子不好听吗 你们知道瓜娃子 我另外一层理解的意思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他都吃过瓜子吧 瓜子 瓜子 瓜子的果仁呢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 就是包在里面的嘛 瓜娃子 瓜我们就理解成它的娃子 就是外面的壳包在里面的 那个小小瓜人 瓜人 那个人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你们是 被捧在心肩上的 被捧在保护颗粒的宝贝啊 是吧 是吧 我觉得好有道理哦 你们觉得呢 啊 嗯 嗯 啊 嗯 嗯 嗯 迷惑徐薇娜 吓死了 其实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好听一点的粉丝名字呢 你们自己有想吗 那不然你们都叫欧皇吧 你们就刚才粉丝 我的粉丝名字叫欧皇吧 怎么样 我觉得挺适合你们的 你们又嫌弃水鱼又嫌弃 刮娃子的话 那就还是叫欧皇吧 飞球 飞球 你们这么看不起自己的吗 看不起自己的运气的吗 你们不能这么的 这么的对自己那么 失去信心啊 你们要有对自己的那个 那个什么有信心啊 是吧 我们要找一个没有敏感字的好不好 就我觉得 刮娃子飞球都有一点敏感字的 我们要找一点没有敏感字的 会比较好一点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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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球 飞球是什么意思啊 哦 那个飞球 我说飞球 飞球 不行不行 不敢贴 不敢贴 他一小熊女又来了 不了不了 不敢贴 不敢贴 提一提还是可以 但不敢贴 不敢贴 贴 就不敢 说他的什么什么 12345678的 是吧 今天你才刚骂 为什么啊 为什么你要骂他 今天发生什么什么 关键了什么东西吗 重大发表了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蓝蓝明天12月 真假 他们这才 这才分出去多久 就要冬蛋了 真假 这也 难怪被骂 解散了个乐队 什么乐队解散了呀 举酒蛋还没出 对啊 都明明都一年一旦 到现在真的没 咖啡店不是说 只是说搬迁吗 只是说要重新选址吗 并不是完全说没有了吧 并不是完全说没有了吧 那个咖啡店 其实就是关了 我之前还续我 我就在门口看了一眼 然后就走了 还是你们跟我说 他那个地址在哪 然后我才去搜 然后在门口路过了 幸亏我去路过了一下 真的得亏我去路过了一下 真的得亏我去路过了一下 我都没有进去过 我就是在外面路过了一下 都没敢进去 因为那天挺冷的 就在外面看了一下 我就走了 身解店关了 好像关了怎么样 因为不赚钱了 我到底哪边脸好看 迷惑 这边脸很大 但是上镜 就是自拍的时候好看 这边脸要反过来拍的话就好看 上镜好看 迷惑 算了 不管了 那就正脸吧 不知道哪边好看 那就正脸吧 五万 人民币还是 我怎么觉得有蚊子好痒 五万 神血翻了五倍 而日元 好厉害 不行 我等会要去点个蚊香 好难受 不远 瘦 广州 广州跟你们说 广州到现在还有蚊子 别说了 昨天晚上我又被蚊子咬了 我昨天 我以为没蚊子了 我就没有点蚊香 没想到你一晚上不点蚊香 那蚊子我的天哪 太绝了 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绝的 广州的蚊子我的天哪 这你们不用震撼是真实的 那蚊子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准备等会真的是要提前点蚊香 不然今晚上我会被咬死 对今天有二 今天温气温高 今天温度有二十八摄氏度 那老给我看的 有二十八摄氏度 所以就 可能今天晚上再蚊子吧 我看了 北京临下雨 北京前见不是下雪了吗 为什么我去的时候不下雪 我不去他就下雪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针对我 我觉得他在针对我 有一次 有一次 二十八摄氏度 一跳 叫我 更尽 看 人 越得碰碰运气 之前还说北京周五还外下雪呢 结果这次下了 今年下了好几趟雪了 还挺好 不行我要点蚊香 受不了了 我要点个蚊香 而且我觉得在广州 除了蚊香其他都没什么用 什么电纹业对我来说没有用 必须要有蚊香 蚊香才有用 这个牛我跟你们说 你们点蚊香 如果是用在家 是用蚊香话 记得一定要开窗户通风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开窗户通风 我感觉脚上已经被咬蚊蚊大了 现在很痒 空调 为什么要开空调 空调 我之前看空调也刷不了蚊子 我都是开着空调点蚊香 对中心的环境非常照蚊子 因为我们现在河边嘛 江边所以特别照蚊子 不是就是今天晚上才要的 我刚刚都没有的 我刚下去吃完播上来 然后就这么会儿时间 我在房间坐了一会儿就这样了 对啊 光说的蚊子真的太绝了 什么时候才能没有蚊子 窗户做个纱窗吧 我这插窗也没法做呀 只是说等以后吧 等搬到新家再说做纱窗吧 到时候如果把你今天带回来 我也是要封窗的 寒寒带热 对对对 蚊子真的是太绝了 发质好吗 当然 我引以为傲的发质 可惜前几天染头发有一点 摸起来就这样摸不顺滑 有一点糙 或什么会不会再慢慢慢慢痒一痒 对那种贴的刷成 我引以为傲的 养出来的非常好的发质 不分叉 还很顺滑 皮肤好看 不是大家都快皮肤好看 有什么快皮肤好看 好好笑 好好好 好奇怪 推荐蓝牌 我买了一个灰色的地板 我在新中心买了灰色的地板 到时候我要可以 房间做一个黑色的主题 然后到下面就会觉得很凉快 我皮肤当然了 哦 你说我头发 头发到时候看看有没有黑色的好看的颜色 都会高一高黑色 那种 我又看家装那些视频吧 推荐 这边有一种叫十斤锁扣地板 那种地板的话 如果你是在外租房的话 你买那个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那个是在地上你安装之后还可以拆 然后拆走 然后到你新住的地方还可以继续安装 这样子 就是那种是可拆线 不像现在我地板的这种是那种贴的 贴的话其实它甲权是很高的 你用那种锁扣 就是那种扣的那种地板的话 它那个甲权就没有很高 所以我觉得挺适合那种租房的人用吧 对可拆卸的 对对对 我就是看五金少女看到的 我就学了一下 我并没有再带货了 其实它的品牌有很多的 我是在淘宝上随便买了一个牌子的 但是也是对比了一些 就会比三家吧 然后再加上双十二座活动 然后我去随便挑了一家买的 就 对对对 装修铲的话 其实甲权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到时候呢 我会选 我会抽时间提早去中心那边 在他们打扫的时候 我要先提前自己去把那个地板安装好 然后在他们通风的时候 他们自己通就好了 然后后面几天 我就先冥想住几天吧 然后再回去 回到家 让他们散散甲犬什么的 希望那个时候甲犬一个散的差不多吧 呵呵 叫啥 就是石金索扣地板 你你搜就好了 石头的石 金金钻的钻 金钻的金 索扣就是索扣 你搜一下 然后你在淘宝上多对比一下那些 然后或者说 你去看那个五金少女的那个视频的话 他上面 他有推荐那个品牌的 你也可以去他那个地方买 我主要是双十二的时候有活动 我选择了那家 对 我的绿螺准备 准备把它搬过去 还有我的一盆那个 松针 哎不 叫什么来着 我突然忘了那个植物的名字了 就是我房间仅存仅活的三株植物了 因为之前 经常在外面 根本就没有时间浇水 都酷死了很多 对 用植物进化是非常好的 我的绿螺真的太太能长了 我已经 修剪过很多次了 我过几天要再重新修剪一次 我都白菜人只剩散住了 对呀对呀 好惨 好惨 绿螺真的很能长 而且它细甲全是不错的 你们可以 养一个这个 它比较很 非常好养 就算它酷的 感觉你 你感觉它都要死了 它已经死了 但你叫了谁 它还是能活下来 中部核可以去文杂号 别说了 现在人长嗨 对通风是最好的 就是一定要循环 房间内的空气要循环 这样就会更利于甲全的散 放了半房间的绿螺 这绿螺真的是很方便的 我家里其实也有蛮多植物的 主要我现在不太爱往 养开上走 就很难说去照顾的好了 寒羞草也挺好玩的 但寒羞草的话 种植的话 养那个什么叶来香 叶来香也是曲纹的 我特别喜欢叶来香 因为以前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 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 我们他们旁边那栋楼的楼下 种了一株非常大的叶来香 晚上的时候就特别的香 特别的好看 就非常喜欢 所以我是蛮喜欢这个植物的 蓝花而且还能吃养蓝花的话 蓝花还能吃 这是它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 主要是能吃 那确实依然香 它香味有一点奇特 所以可能是会有的人会有点 有点 闻不来的 谈花真的很好吃 对啊 煮 就煮汤吃非常好吃 我直播到11点就关了哈 叶来香有毒 倒霉注意 反正我就觉得它趋稳 家里大人都说趋稳 对啊 煮汤 谈花是可以煮汤的 非常好吃 而且你们在淘宝上 搜好像也有 谈花卖 谈花就是可以吃的那种 谈花卖 我家里的谈花开完花都是给我吃的 因为谈花基本上都是半夜开的 你要等谈花开真的是要自己守着它 而且谈花开完之后卸的非常的快 我其实这么大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谈花开 因为每次第二天去的时候就看见它已经卸了 然后就把它摘下来煮汤吃了 是我是我的是我的微信 不好意思 就真的是 因为它是半夜开的嘛 除非你半夜真的是一直守着 然后才能看得见 我家里真的是 养了很久很久的 花 爷爷奶奶家的那个后面 后面后面的阳台 就后阳台和前阳台 都是基本上是 后阳台是密密麻麻 种满的花的 前阳台大概是摆的 也是摆的那么几株 什么石榴啊 蟹爪蓝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 茉莉花啊 那个剑蓝 剑蓝 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那种花 后阳台有个非常大的黄果蓝 那时候我们家黄果蓝 一到夏天它就开花 我就会给老师啊 给同学 就用线穿好 然后带给学校的老师同学 什么的 给他们 经常也是会 也会家里 爸爸妈妈也会 带去给 给他们的同事啊 什么的 哦 煎蛋糖 对 我们家那个黄果蓝 有一天开的最多的 开了大概40多多 今天它不是很大株 它就大概 大概是 呃 反正也挺的 也没有很大 但是现在的话 由于家里 其实那边家里 已经没有什么人住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去照 照过那一株黄果蓝 被移 移 移栽到 移栽到我亲戚家的 亲戚家那边了 就移栽到我 大姑家了 所以那株黄果蓝 已经没有在家里了 啊 为什么不开花 我们家种啥都开花 移栽 移籍 也算是移籍吧 呵呵 我们家都没有摘过 摘过那个枝子花 月季也没有 哦 葱 每个没有 感觉每家都会有葱 哇 上百年的黄 那也相当香了 那种黄果蓝 真的是 一到冬天满树的时候 花 而且非常的香 你大老远都能闻到 那个花的香气 对 黄果蓝酒 是可以擦蚊子包的 小时候我们都用哪个擦蚊子包 家里有保安 好有排名啊 哇天哪 太有排名了 家里都有保安 对 我不喜欢吃葱 我也不喜欢吃芹菜 也不喜欢吃香菜 好可惜 挖了的话 其实可以把它移栽到其他地方 因为一棵树长到上百年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就完全你们可以让他们帮忙挑挑选选 有没有新的可以移栽的地方 然后能把那个树移栽过去都行 就感觉你挖掉的话 不移栽的话好可惜 移到移了就好 其实移了就行 因为上面那张树其实都是真的是很很不容易的树了 香菜和葱是一样的 都是有奇怪的味道 对 就以前那个黄瓜丸 就是基本上卖就一块钱 一块钱一份嘛 然后给你 然后挂在 挂在身上 挂在衣服的扣子上可香的 整个人都是香的 我 香张物 天呐你们家是开花式的吗 有钱 春心路三块了 然后是马克林现在涨家了 其实那个东西 嗯没必要 我们那边也有一棵好几十年的那个 也没有几十年吧 也大概 我觉得也就是十几二十多年的一棵黄柏兰树 是在我同学的家 那 就那 他 他家旁边 别人 就是 在外面的那时候 不像我们家是 养在家里 羊太香的喷栽里的 就那个时候 整个学校可能就只有我家和他家附近的那棵黄柏兰树 那时候我基本上都是靠我家的那个 我家 我家 我家唯一有那个黄柏兰树 的 哇 大家伙 大家庭啊 大户人家这么多树 对吧 移植可能 肯定是有可能 铺不成 但是一定要还是 你不移植也没办法 你不要再 你要不要再刷了你 你刷了好多条了 朋友 枝子花的话 以前我们初中 哎 高中啊 对 高中 高中的那个花园里 就那花坛里 全是枝子花 真的全是枝子花 就我们 我高中那个学校的花坛里 他有的时候那种网络有问题啊 或者bug 他就会刷很多很多条 啊养残啊 是小时候很流行养残 但是 我其实都没有养过 然后我听他们说那个养残 就是怎么说呢 当你养残养到 他要生宝宝的时候 他能生成千上百个宝宝 就很恶心 他们说 就他们说的 就是那全是黑点点什么什么的 我自己没养过 我不知道 我自己做过的 可能你们也会做过的一个东西 就是 做树叶标签 你们做过吧 就一个树叶 然后用什么什么 刮刮刮 把那个树茎给刮 刮出来 把那个树叶的那个 它的那个叶肉给刷掉 刮掉 然后做那个树叶标签 你们做过是吧 是吧 就是他们那个残 是越养越多的 就会养到大了 他生宝宝就很恶心 说是 哎 我也养过蝌蚪 以后夏天我们最爱养的 就是养蝌蚪 那蝌蚪基本上 我最多就养出四只脚 然后他就死了 我就养 那是我养的最 最久的一只 就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河边 躺啊 河边 我挖那个小蝌蚪 然后放到家里养 我最多就养了四条腿 然后尾巴还没有完全断 完全没有 蝌蚪就还好 因为我养的蝌蚪都没有 都没有成功活过 成功变成青蛙 对小蝌蚪特别喜欢抓蝌蚪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旋转 一分钟没有掉过 我们有套圈 这套圈就是 把金蝌装在一个这样的塑料纸杯里 然后我就放在那 然后给你套圈 套过没 我套过 我也没有养过小鸡 我养过兔子 可是养了11天还是9天就死掉了 小仓鼠也没有养过 小鸭也没有养过 小鸭也没有养过 对啊 我养的金蝌全都是套圈套到的 有一次我套到了五只金蝌 然后我家阳台就摆了一排那个金蝌 有一次有一只金蝌 它吃太多肚子骨得很大 然后后来都不敢怎么喂它了 后来它还是死掉了 啊 染了颜色的 好恶心 好坏啊 这贩子 我有一个娃娃 是我爸爸套圈给我套到的 就是我们家那边过年过节它都会有套圈的活动 然后我的那个我小时候其实很少羊娃娃什么的 有一只羊娃娃都用了很就是从小到大很久很久了 甚至我小时候照片上都有的那只羊娃娃 就是我现在都可能还在 然后到我很大时候我都只是只有那一只娃那只羊娃娃 后来就是后来多的都是就是我爸爸套圈的时候给我套到的那只新的羊娃娃 然后后来为什么我现在羊娃娃这么多 其实就是我喜欢 然后我小时候很少羊娃娃 所以我现在就会有的时候自己会买 那不是像木头那就是木头那是木板 它里面是木板 我喜欢 我现在不敢喜欢了 我太多了 我现在羊娃娃太多了 多到已经 看我后面还有只超大的羊娃娃 那只新带路 我现在都是自己买 微温花面那首 君の夏の輪に笑ないの夢 大きな希望を忘れない 純南この八月は果てられるの信じて 最高の思い出を 这首吗 听过 当然听过 我不太记得歌词了 你们听到我刚刚都很多 说呜呜呜呜呜过去了 我高中的时候有背过歌词 有去按五十音学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 真的吗 唱的很准吗 我都是瞎呜呜呜呜过去了 四季列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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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喜欢听原版 因为原版 就是听起来让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就这个版本 就你们也看到 AKB他们有 Sashi啊 还有喵咪 还有谁 还有十三姨 他们的那个限定组合 我也想看他们复活 我觉得他们这个每年年 每年都会有的 我觉得以前几年突然没有了 一下有点不习惯 我喜欢这种音乐 我喜欢这种音乐 是这样的音乐 我喜欢这种音乐 是这样的音乐 在唱的音乐 是这样的音乐 这首歌听完我们就关直播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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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